大家好,我是Revision副总编辑学良 今天要介绍的是Piagio全新的系列叫Polo S 那它在7月15号在纽约的时候刚发表 但是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立刻飞奔到台湾来了 那这个系列,Polo这个概念 其实是从Piagio在1979年的Polo这个马球系列 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全新系列 那这个系列在1979年诞生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以一个优雅的运动表 为一个诉求,那跟马球运动有直接的连结 所以在设计上呢,它也比一般的Piagio更加的来得动感 而且更加的适合一般日常的佩戴 那今年呢,它是第一次以这个系列的概念 衍生出这个全新的Polo S 它是一个不锈钢的运动,优雅的运动表 那这些继承了Polo这个系列的一些元素 在这支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譬如说,在Polo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在细节打磨上它是采用了亮暗交错的这种打磨方式 在这支表的表壳跟链带都可以看到这种层次非常丰富的亮暗交错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表圈呢 它是以一个这个法斯文的这个雾面的交错 这个打磨,而在侧面的部分它就是亮面 那另外像链带也是一样 那再回到这个表本身呢 它最,第一眼最容易辨识的就是在于它的造型 它的造型,它是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圆形的造型 但是呢,在内侧呢,它又是以一个整形的方式来做设计 所以变成是圆中带有整形 Shape and shape 那也就是说它是在造型上面比一般的表来得更有变化 且更有层次 那另外呢,在面盘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到这种条纹状的这种表现 它也是跟一般的面盘的表现也相当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辨识度的差异 那另外它的石标上面呢,它其实这都是做夜光的 也符合这种运动表的设计的概念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Piaget大部分都是以贵金属跟珠宝表为这个它的特色 可是今年它第一次推出这个不锈钢运动表 对于很多真正想要Piaget的这个玩家来说呢 它是提供了一个可以 终于可以比较容易一元梦想的一个机会 那在机芯的部分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 这个全新的这个1100机芯的系列 包含它这个大山震的部分 它是采用1110机芯 而在于 而在这个计时码表的部分呢 则是在1110机芯为基础上面再加了一个计时模组 是1160机芯 那当然跟传统的800系列 880机芯比起来呢 它更加的简练 那在它的你可以在这个细节上面也可以看出 它的这个表现上面跟之前的880机芯上面 在布局上有点不同 可是呢 唯一相同就是在于说 它在功能上一样精准 而且在打磨上面 不管是这个自动盘上面 或者是机芯细节的这个打磨 其实都是维持Piaget一贯的水准 那这也是全新Piaget的这个1100系列的机芯 那它总共今年的总共推出了五个款式 包含了这个黑色的 包含了灰色的面盘跟蓝色的面盘 以及白色的面盘 那当然五种这几种颜色 它在风格跟这个痛调上面都有一些不同 那这三种色调呢 它都有计时码表跟一般大三针 两种选择 那还有什么要补充 还有比如说它指针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针那个计时大指针 或者是大秒针的这个尾端呢 那它其实也有特别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 在中间呢 你可以再仔细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P字的一个logo在上面 所以在细节上面的表现也是相当讲究的 那整体来讲 它是Piaget第一次的推出的不锈钢的系列丸表 那但是都继承了Piaget的这个美学设计 以及Polo系列的这个优雅运动表的动感的元素 所以我相信在今年 它会是一个很多人关注 而且值得去仔细去欣赏的一个系列 推荐给大家 我们设计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衣黄色的 现在我们的那个衣黄色的